听闻玄黄塔市井,李长寿心神紧绷,先时捕捉到乾坤出现的一缕扰动。 乾坤,指天地或是阴阳两个对立面,洪荒多隐身为空间之一。 海面之上,无形之剑,仿佛有一把刀刃,在极快地逼近他们四人。 当心!李长寿一声大喝,云上的四道身影朝着前方集窜,三天将同时施展出风盾之法。 身影化作三缕青烟,消失不见。 李长寿却转身,主动迎向金铲子发起突袭的方位。 他堪堪收起浮沉,一把镀满金光的薄刃,诡异出现在李长寿眼前,拉出一条细细的金线,斩向李长寿脖梗。 刀刃之前,乾坤出现层层涟漪,宛若水波荡漾,竟还有几分唯美之感。 杀戮之连 金石不同往日,李长寿岂会坐以待毙。 他左手不知何时多了一颗水蓝色宝珠,这宝珠微微闪烁,李长寿身形竟化作一团海水。 金色薄刃毫无阻碍地从水中穿过,毫不拙力。 带薄刃划过之后,这两股水流再次融合,重新化作了那白衣白袍的老神仙,浑身上下毫发无伤。 李长寿抬头看向了远方,目中带着轻微的笑意。 他手中的那颗宝珠正是多宝道人所赠五行灵珠之一。 此刻,那三名天将已是没了踪影。 百里之外的海面上,金铲子副手而立,嘴角一撇,嗓音略带饥讽。 要找平道,何必去灵珊? 怎么,海神这次愿意与平道谈谈了? 李长寿右手多了一把灵宝长剑,左手扣着水灵宝珠,淡然道。 金铲,今日平道来寻你,自是要找回此前被你落下的面皮。 前次你既已对我出手,也莫怪今日我心狠。 金铲子那双狭长眼眸满是笑意,悠然道。 海神,你与那三名天将前来,莫不是觉得平道吃傻,猜不到那三名天将也是你的化身,此刻正敢去前路布置埋伏。 则,原本平道以为,海神你足智多谋,心机深沉,与平道也算同道中人。 不曾想,今日倒是暴露出你修为低弱,不识妙法。 你也不过只是,有几分算计儿。 李长寿,你话真多。 金铲子话语一顿,目中火光更增,杀意翻涌。 李长寿轻轻吸了口气,深舟先利开始迅速翻涌。 脚下的大海涌出浓郁的水灵器,灌入李长寿左手的宝珠之中,似乎已是要正面一站。 此时,向东三万里之外的海岸上,那三名天将刚刚抵达此地。 这才开始迅速布置一方大阵。 倒是与金铲子所说,一般无二。 金铲子目中的鸡讽欲浓,背后缓缓浮现出六只金色的薄翼,身形被浅浅的金光笼罩,竟有几分说不出的神圣之感。 李长寿心底毫无波动,甚至还有些想笑。 金铲子右手缓缓扬起,背后薄翼张开,其上出现了数百只光斑,而光斑之中,一柄柄薄刃缓缓缓凝成。 海参,你这四句话声,平到今日,就收下了。 罗兹未落,金铲子右手有些无力的钱辉,光溢绽放,数百只薄刃破开乾坤,带着一阵刺耳的利笑,斩向李长寿身形。 李长寿此刻将先力提升到了某个临界点,面对着漫天金光,看着那诡异出现在自己身前的一柄柄薄刃,嘴角轻轻抽搐。 五行轮轻,和尔归一,水自长流,生生不绝。 水,就在这一刹那间,玄黄塔的灵念传到了李长寿的原神,投射出一句淡定的话语。 小家伙放心,就是一句话声,咱也给你倒。 玄黄塔的灵念还没传递完全,李长寿袖口一个小布包中刚要闪烁出微微亮光。 但李长寿的身形轻晃,竟啪的一声,化作一团清水,直接炸散。 这个时候,当然是要施展水盾。 数百只薄刃乱斩,此地海面出现了道道交错,纵横的沟壑,乾坤动荡,灵气翻涌,转眼风云变色。 而李长寿的身影,却从千里之外冒了出来,留下一阵大笑声,转身赶往三名天将正在布置的大阵。 虽然是在逃顿,但莫名有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气。 金蝉,你可敢追来? 海?神? 金蝉子咬牙怒斥,背后六只金色蝉翼轻轻颤动,身影在海面上消失不见,只留下几声刺耳的风啸。 就听方圆万里响起金蝉子的怒吼声,你当真以为自己能逃? 李长寿眉头一挑,这句指导人的先例爆发,将袖中的波动完美掩盖住,融于海水中的身形突然加速。 金蝉子的呼喊声,静渐行渐远。 这么夸? 在后脊椎的金蝉子也是一阵,随即怒涩更盛,背后六只蝉翼开始有节律的挥动。 每次蝉翼挥动,他的身影就朝着前方闪烁一次,又在原地留下一圈如大号烟圈般竖直荡开的波痕。 但金蝉子恶然发现,自己此时虽能追上这海神,却要在数万里之后。 这海神的盾法,莫非是因为在大海中,有天道之力加持不成? 金蝉子这次还真猜对了。 半成,李长寿指导人的先例波动,此时只是打个掩护。 真正施展水盾的,其实是躲藏在指导人秀中的本体。 这还是第一次,李长寿全力挥洒先例,施展出自己最得意的神通术法。 水盾之法? 万里不过转瞬。 正常景色几乎被扭曲,得了水源灵珠加持,有海神神力包裹。 被他度过金仙节后,就不断研究,改善的水盾大树。 这一刻,李长寿心底似乎有个小人在大声疾呼。 只要盾得够快,就不可能有神通能砸中我。 而此时发生的情形,在李长寿最开始制定这套计划时,就已有所预料。 埋伏地点是他尽心计算后得出的方位,并充分考虑到金铲子藏了部分修为的可能性。 一切,都在朝李长寿推演的方向发展,就是心底。 正遭受某位塔爷的精神攻势。 跑啥玩意儿啊跑,打他,打不就完了? 你这小娃娃咋跑得这么熟练?你有这实力,会托跟他打不行吗? 咱是天地玲珑玄黄塔,万法不清,非沙伐至宝不可破。 你这么跑,真的让咱挺尴尬啊。 李长寿对此只能含笑以对,不断赔礼。 他又再三请求,若无公事落到自己本体上,还请玄黄塔不要露面。 还好此刻顿力全开,数万里转眼变过。 李长寿一头扎进了那三名天将,只道人布置的大阵中,转身面向身后。 空中,那一道急射而来的金线,在数百帐外直接停住。 金铲子张开金色薄翼,含笑看向了李长寿,刚要出言嘲讽。 李长寿微微一笑,抢先半拍,朗声道。 听到善挪移,有急缩,各位想留我,怕是有些麻烦。 金铲子面色瞬间铁青。 这是他此前在龙族仙舟上,曾对李长寿所说的原话。 此事听来,却是让他异常难受。 不曾想,海神竟也有如此本领。 金铲子淡然道,你当真,不愧是海中正神,竟将水盾之法,推演到这般地步。 李长寿甩了甩宝剑,道,金铲子,你可敢入阵。 哈哈,平道有何不敢? 金铲子大笑两声,但脚下却是纹丝不动。 左手向前一抓,一根紫色箭矢出现在他身前。 金铲子对着紫箭屈指一弹,这根箭矢破空而去,直接冲到李长寿所布置的阵法前,静止炸碎。 一缕缕子,红交错的气息钻入大阵之中,大阵之内灵力运转顿时失衡,不知大阵所用的小半阵机接连炸碎。 大阵消散,露出那三名前藏的天将指道人。 李长寿面色一变,却迅速恢复镇定,那三名天将指道人的面色却有些木讷。 金铲子将这些细节尽收眼底,笑道。 能看出,海参你布置的阵法还算巧妙,只可惜,始终境界差了一些,不明真正阵法傲义。 李长寿淡然道,既如此,平到今日就告退了。 海参何不看探四周? 金铲子淡定地道了句,李长寿目光扫去,却见东、南、北方向竟出现了六只金色的蝉翼。 天地突然阴沉了下来,六只蝉翼极快地颤动,一缕缕波纹荡漾开来,转眼笼罩了方圆百里。 海浪凝固,风收云指,一切仿佛被摁下了暂停间。 此为乾坤大树,金铲子的得意神通,名称不祥。 文经道人详细介绍过,远处海面上,金铲子悠然自得,竟还对李长寿展示了一番此间奥秘。 金铲子露出此时的本体,竟是一只无意的金铲,且背对着李长寿。 这金铲并不丑陋,甚至还暗合某种大道之韵,给人几分美胆。 而他人形时,展露在背后的六只薄翼,竟是六只铲足。 金铲子的本体,只是一晃就恢复了人形,目中的得意之色,越发浓郁。 转眼之间形势逆转,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此地的主动权。 李长寿轻轻一叹,目中流露出少许不甘。 金铲子不再多说什么,双手一招,一正一反,握住两把短刃。 而李长寿身后,三只天降指导人迅速聚到了李长寿身周,各自气息勾连。 金铲子身影一闪,静止俯冲而来。 李长寿嘴角轻轻抽搐,似是任命了一般。 四只指导人体内的先例,开始疯狂涌动。 想将化身自爆,金铲子轻哼一声,身影连续闪动。 那六只在其他三个方向上的薄翼同时消失不见。 煞时间,只见金光闪烁,三颗头颅抛飞而起。 三明天降的身形瞬间漏气,化作指人倒地。 金铲子身形出现在了李长寿面前,一把短刃抵在李长寿额头。 下次,金铲子淡然道,真身过来见我,我自会与你相。 金铲子话语突然顿住,这并非是他发现了什么异常被打断, 纯粹是因嘴唇无法磨动,身形突然被定格。 怎会?乾坤为何突然失去感应? 天地再次变暗,但这次是方圆千里之内被摁下暂停键。 金铲子所不能见。 一张水火太极图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空中, 天地间的水火之力被源源不断化作阴阳二气, 勾动大道,将天地十方进阶封锁。 水火归原阵,又有九面石碑的虚影出现在天地之间, 诵经升起,一条条交错的漆黑锁链凭空出现。 这些锁链之上附着阴阳之力,一端蔓延入虚空, 一端缠绕在了金铲子浑身各处,将它完全捆绑后随之隐而不显。 九灵玄器阵! 这是玄斗大法师锁部大阵,远非金铲子能识,能破。 而李长寿在这一瞬,没有说半个字,没有耽误半点时机, 锦铃嘴唇,手中甩出一只只纸人。 这些纸人竟不去化作人形,反而是直接扑到金铲子身上。 七十二只纸人,手拉手,肩并肩,宛若给金铲子穿上了一层衣袍。 每只纸人都有天仙境巅峰,半步惊陷的实力, 像极了李长寿当初没有领悟出金丹平衡先利之法时, 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灵暴指人。 而这七十二只指人,李长寿当真下了血本, 几乎拿出了小穷风灵术们小半的积蓄。 终极底牌之,第煞灵暴阵。 这就是李长寿此时能做到的瞬息最强攻势。 说时时那时快,这一幕不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李长寿的这具指导人,脚尖轻点向后击退时, 双手点出七十二道流光,注入这一具具指导人体内。 随后心神强行依附其上, 平衡七十二具指导人体内先利涌动的节奏, 将他们齐齐推上灵暴的灵界点。 金铲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此时却刚刚反应过来,想正开大阵枷锁。 但,为时已晚,一息,二息。 天地一片死寂, 又在这死寂中出现了七十二道轻轻闪烁的光亮。 这一瞬,金铲子突然明白了。 算计,都是算计。 海神去龙宫是为了引自己现身, 最先对他示弱, 而后突然显露一手顿术, 让他有了比斗之心。 甚至这个海神算准了, 自己会冲向前来。 亲手结束他这句话声。 是了, 海神预先在此地布置下强大的困阵, 却又当着他的面, 故意布置了一层阵法, 又让他出手将外层阵法破掉, 以为自己掌控了全局。 实际上, 真正的陷阱, 隐藏在陷阱之下。 虚虚实实, 虚实叫错。 金铲子注视着海神倒退的背影, 心底突然一阵恐惧。 不, 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 这个人族, 跟自己只是几次接触, 就已经捉住了他性情上的弱点。 海神? 金铲子心底在呼喊, 他目光在求饶。 然而, 在金铲子心底极快想明白这些时, 他身上缠绕的七十二只指道人, 已经完成了启动。 他们原本平和, 充盈的仙力突然走上了暴动的极端。 这七十二只指人身上刻画的层层浮露, 也在催化, 加速仙力的动荡。 天道不语, 固不可存。 这七十二只指人, 这七十二只, 承载着李长寿仙力的指道人。 七十二只, 各自仙力总量堪比金仙境出街, 此刻如七十二名刚修成的金仙, 却抱成一团自暴的指道人, 同时被点燃。 李长寿瞬间收回散出去的心神, 本体宛若虚脱一般, 控制着老神仙皮的这具指道人, 转身遁地。 背后, 仿佛有七十二颗太阳星, 冲天起。 狂暴的灵力刚开始涌动, 就将乾坤撕扯出一层层�褶皱。 天地在颤抖, 大阵在阵鸣。 李长寿顿出不过百丈, 金仙子的身形已被光芒吞没。 金仙在无声嘶吼, 却被这股强横的灵力转眼撕成粉碎。 西海海岸线上, 一道巨大的光束冲天起。 这光束随之分裂成数十数, 上百数, 迅速化作一颗巨大无比的光球, 将白昼天地照成一片透亮。 大灵暴! 地煞大灵暴! 一直躲藏在高空中的大法师, 皱眉看着下方这一幕, 竟也是经不住嘴角抽搐, 一阵无言。 这场灵暴持续了几个呼吸, 所有灵力在最短的时间涌出。 方圆数万里内灵气暴乱, 一股狂风将千里范围内的海水吹起, 暴露出了浅海海底, 无数海鲜惨遭粉末化。 荒岛直接消失不见, 化作一座百里直径的深坑, 以此地为圆点, 一条条裂谷在大地上蔓延千里, 数千里。 大地的阵战朝着远方不断传递。 西海刚要掀起返向的巨大海啸, 一股神力降临, 海水迅速回流, 将海中生灵死伤减到了最低。 这几个呼吸的时间, 只有玄黄塔, 也唯有在李长寿体内的玄黄塔, 看到了李长寿的本体躲在阴暗中, 低头在竹简上刻画着什么? 先例转化率, 还有可提升空间? 七十二指导人并非真正极限, 随着元神之力变强, 有可能提升到一百零八数量级。 直接发动条件太过苛刻, 必须有强力阵法辅佐, 或是出其不意。 可选用第二套方案, 即在甲子盗人身上悬挂地煞灵暴阵, 靠近强敌时再行引发。 天地玲珑玄黄塔。 笔下不停, 李长寿分心架着纸道人自千里之外回返, 迅速赶向了金蝉子所在之地。 那里, 有一团金光。 李长寿眉头一挑, 心底也是一阵赞叹。 不愧是鸿蒙凶兽, 这都干不掉。 而到此时, 李长寿已是明白, 这次八成是杀布的这个金蝉子了。 远远地瞧去, 那金光是金蝉幼虫, 即尚未长出飞翅的状态。 李长寿细细体会, 这金光上蕴含的玄妙道运。 金蝉龟壳? 这因是金蝉子本命神通之一, 可将垂死的自身藏于就退之中, 放弃大半修为, 记忆, 回归变态之前的状态。 而这般神通, 六次金蝉平生, 只能用一次, 因这就退也只有一副, 作用就是保他一次性命。 这个没有失算不失算的, 这只鸿蒙凶手压箱底的神通, 自然是不为人知的。 此前李长寿算计了很多金蝉脱鞘的可能性, 却没想到对方竟然是龟壳保密。 这就是知识浅薄的锅了。 李长寿依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袖口一张, 一支支指道人。 住手吧, 此灵与我西方有缘。 一声带着叹息的嗓音自云端而来, 晦涩莫名的道运自天地间缓缓铺盏, 将金蝉蝉蝕层层包裹。 李长寿突然打了个机灵, 洒出去的指道人尽数舍弃。 这具老神仙指道人瞬间被火光吞噬, 化作灰烬。 正此时, 玄斗大法师身影出现在李长寿原本站立的位置, 绣袍飘动, 一抹灰烬钻入了大法师袖中。 果然来了。 高空中, 一朵朵白云散开, 漫天霞光晃动, 一名身着破烂道袍的老道盘坐在云上, 真容易于混沌, 有些锐利的目光扫向下方。 大法师淡定了一笑, 对着云上做了个道医, 口称, 见过圣人老燕, 就听李长寿传声嘀咕, 大法师, 您现在出手补一刀, 这金蝉必死无疑。 大法师嘴角抽出了几下, 却并未答话。 反倒是那玄黄塔, 在李长寿心底悠悠感慨, 到现在咱才搞明吧, 你压才是咱们人叫下手最黑的那个, 你真才三百岁。 对不起。